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来到第三天 登场的是清顿类别组的竞赛 明年大厨用料不手软下重本 用水果甘蔗来熬汤增添香甜风味 这一次比拼除了牛肉块 汤头层次感更是重点 师傅使出浑身解数 因为看看这夺下红烧煮金牌的连锁锅贴店 用餐时间有不少掏客赶来超胜 面条吸附着红烧的糖汁 牛肉牛筋加上两大块萝卜增添香气 本来不知道连锁锅贴店有在卖牛肉面 却因为国际牛肉面节一泡而红 关键就是汤头 他用了很多的蔬菜跟水果 所以汤本身呢 他就是非常的有大地的孕育跟滋养 他还用了这个萝卜 萝卜其实就是汤头的自然甜 比赛持续到13号 目前出炉的金牌三间店 只有老庞家传牛肉面 是专卖牛肉面起家 八方云集还有岩浆火锅 招牌商品都不是牛肉面 却意外获得平时青睐 跨界拿金牌也掀起话题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